Hello 大家好 我是子飞 我现在进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打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次带进组里使用频率特别高的一些东西 也算是给大家分享一些比较适合出差 然后学生导 宿舍可以用的小家电之类的东西吧 第一个呢就是我最近的只爱一个雀巢的奶泡机 它除了可以打热奶泡以外还可以打冷奶泡 冷奶泡就是比较难打 一定要有很专业的机器 这样一个小小的便携的奶泡机竟然可以打冷奶泡 就是非常非常的吸引我 它还可以热牛奶 这个热牛奶的功能呢我也比较常用 很清晰也比较方便 就是一帅一倒掉这样就可以 声音呢是非常非常的静音 最近盖子了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美味的吃八大 一个牛奶倒进去 热好了牛奶以后呢 再放一包豆浆粉 在上面的打一个冷奶泡 基本上起到一个搅拌的作用 就可以出来一杯非常好喝的豆浆奶昔啦 哎呀 弹死了 特别推荐 特别方便 第二个其实我考虑了很久 要不要搬来 我还是搬来了 就是一个 真的适合出差代吗 一个咖啡机 因为我是那种特别特别喜欢喝咖啡 看得出来真的很喜欢 基本上每天一杯 这个咖啡机呢就是非常的方便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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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钟左右吧 它就可以做好一杯 味道非常好的一个咖啡 胶囊的口味也有很多 练琴的西瓜的口味 热的椰香的风味 还有可可的 还有很多很多 便携的挂烫机 主打的就是一个小巧 大约出门用个两三分钟就可以运好一件衣服 其实宿舍里面也可以安排一台这样小型的挂烫机 它是非常方便 非常实用的 Kindle电子书 一个背夹的电池 我这款呢它是会亮的 这个其实要看大家自己的需求了 电子书除了便携以外就主打一个护眼嘛 它这个会亮的话就可能没有那么的护眼 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其道而行之 这个风皮我也挺喜欢 会有划痕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新的划痕 太喜欢了 一个三明治鸡 我除了不会做三明治以外 基本上什么都会用它加热一下 每天早上我会煎一个鸡蛋 也放油也没有关系 它也不会粘锅 蒸好的红薯啊 第二天给这样夹一下 就会变成一个红薯饼 电烙锅可以做的事情 它都可以做 这个三明治鸡它其实一点都不鸡肋 就是大家把思路打开 想加热什么就可以用它来加热什么 本小很小的体重秤 这个其实出拆袋就特别特别方便 你看我一个手长大 那它可能会有一点稍微彩的不是很稳 但是出拆嘛还是就是方便就好 因为我之前在家里用的是一个体脂秤 然后我心里就是非常忐忑 两个秤的数字不完全一样 所以我又买了一个体脂秤 拿回来跟它做对比 然后发现两个秤的数字竟然一模一样 就不是秤的问题 是我自己的问题 心理作用 所以这个还是很推荐给大家的 小小的就可以放在一个行李箱里 一点都不占地方 我之前看过我们组的演员 还有一个人戴的是这样的体重秤 然后上面是一个非常光滑的镜子 我当时还觉得挺新奇的 好了 我给大家分享的就这些啦 之后如果有什么比较好用的东西 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的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也帮到你们啦 我下班啦 拜拜